凌晨一点,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 我是梁静茹 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梁静茹 我的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最新专辑,迷路 凌晨两点,再喜欢Head FM的好音乐 还是要记得把音量调小一点 才不会吵到别人哦 我是梁静茹,记得听我的新专辑,迷路 凌晨三点,大人们等等就要来寻房咯 还在打电动的你,还是赶快关灯休息吧 我是梁静茹 时间已经来到凌晨三点咯 大人都已经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早早休息,明天才会有精神哦 我是梁静茹 就算已经半夜四点 但是与Head FM的相遇,永远相见不恨晚 欢迎你随时打开Head FM官方APP 我是梁静茹 我是梁静茹,凌晨四点 更正在听Head FM的你说 好音乐相见不恨晚 早点休息哦 早上五点,我是梁静茹 锁定Head FM联播网 除了有天气预报 还可以听见我的新歌 记得要全天锁定哦 早上五点,我是梁静茹 我有预感,你今天会有好事发生 好好期待一下吧 我是梁静茹 看来六一定是我的lucky number 六月,我会在Head FM当大台柱 这个月,双子生日月 现在是早上六点 这绝对不是巧合 我是梁静茹 关于爱赖床这件事 别人说的都不算 除非听到Head FM的音乐 叫我起床 不然我就要一直躺下去 现在是早上六点 是梁静茹 天气预报说 今天不仅天气美丽 心情也会很easy 喝杯咖啡 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关于爱摸东摸西这个习惯 好像不太好哦 毕竟现在已经是早上七点了 再不快点起来就要迟到咯 大家早安 我是梁静茹 我是梁静茹 如果怕误读错时间 建议你全天锁定Head FM 每个整点我都会来为你报时哦 现在是早上八点 早上八点 我是梁静茹 我有预感今天的你 一定世事大发 好运不断 我是梁静茹 才早上九点 你就感觉孤单了吗 别怕 这个月有我和我的新专辑 迷路一起陪你度过 我是梁静茹 报完时之后 我就要去准备今天的早餐咯 点一首我的新歌 迷路 现在是早上九点 才早上十点 手机就误读了什么讯息呢 我是梁静茹 原来是Head FM官方APP的提醒 该上线咯 早上十点 想当个成熟的大人吗 一定要好好规划 每天的行程 我是梁静茹 今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成为一位快乐的大人 我是梁静茹 来日不方长 千万别错过 Head FM播放的每一首歌 让好音乐与你相见不恨晚 现在是早上十一点 我是梁静茹 不间断的好音乐 都在Head FM联播网 天天为你热情play 听听我的新专辑迷路 现在是早上十一点 关于爱吃什么 别人说的都不算 报完时就去吃你期待已久美味的大餐 我是梁静茹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关于爱 别人说的都不算 但是关于午餐 吃些什么 我非常需要大家的推荐 今天午餐要吃什么好呢 我是梁静茹 我是梁静茹 除了给你勇气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明天的礼物 那就是我的新专辑迷路 现在是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 来日不方长 既然无法一起共进午餐 那就相约在空中 用好音乐陪伴你吧 我是梁静茹 下午两点 我是梁静茹 你看起来已经云游到那片宁静海了 但我必须要提醒你 不要再打瞌睡了 小心主管就在后面看着你哦 我是梁静茹 下午三点 吃甜食可以增加能量 听我的新歌天气预报 疗愈心情 三点钟 我是梁静茹 累的话就起来动一动吧 也可以听听我的新专辑迷路 下午四点钟 我是梁静茹 希望你喜欢我的最新专辑迷路 下午四点 我是梁静茹 听我的新专辑迷路 会让你神清气爽 思绪不迷路哦 已经五点咯 你还没准备明天的礼物吗 那就快点完成手边的代办事项 帮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吧 我是梁静茹 我是梁静茹 才一眨眼 就到了晚上六点了 来日不方长 不如就相遇在HeadFan 一起共进晚餐吧 晚上六点 我是梁静茹 对我来说 和家人共进晚餐 聊聊日常的琐事 听一首我的新歌宁静海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还在路上的听众朋友 赶快回家和家人聚一聚吧 我是梁静茹 今天的你好吗 希望你听到我的问候 能让你更开心 现在是晚上七点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最新专辑 迷路 要记得来日不方长 如果哪天你在路上看到我 记得一定要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我是梁静茹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晚上八点 又误读奇怪的网路新闻吗 我是梁静茹 还是来HeadFan 听听好音乐 比较实在 我是梁静茹 晚上九点 边运动 边听HeadFan的 动感好歌 有一种相见不恨晚的心情 现在就跟着好音乐 一起来动动身体吧 我是梁静茹 一天快结束了 晚上九点 我听着新歌大人 你成为大人前 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分享呢 晚上十点 天气预报说 明天的天气适合去宁静海看看 我是梁静茹 查一查附近那片蓝色的海 美丽的话 我再推荐给大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咯 大人要来查房了 还在滑手机赶快睡觉咯 我是梁静茹 打开HeadFan的官方APP 让好音乐带你进入宁静海 我是梁静茹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二点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有预感 今天一定是个beautiful day 大家好 我是梁静茹 我是梁静茹